玩楼君,楼君歹尼,刷热剧 看网上,额把宣传新制的大巴开到了库河桃的楼下示威 原来真正的商寨就如此朴实无华嘛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这部身处激烈商寨漩涡中心 无垒周一同主演,爱情而已 他,梁友安,有个出轨扎爹 他从小和妈妈生活 别谈恋爱,别结婚,更别要孩子 闺蜜婚姻不幸,他劝分不劝合 和闺蜜一起养女儿 我那遗产就留给罗勒了 换他一个替我养老送终,不过分吧 没有遗产也送终 梁友安明明可以凭穿搭当时尚播主 却在艺术体育办了六年专 收获了一堆纪念品和老板大饼 你一直跟在我身边 学习的机会获得的资源 比任何人都要多 给他面子叫他特助 不给面子让他入土 他也知道老板压榨他 但一个电话还是深夜出门加班 他,宋三川 22岁的黄花大小伙子 女装区无机大佬 挑香菜比赛冠军 他运动员的身材里还进入了一个rapper魂 他对天对地对空起中国知名双标 宋三川找私活的时候认识了梁友安 他马拉松领跑不达标要被扣钱 但梁友安还是给他结了全款 后来梁友安遇到舆论危机 宋三川想还人情 却被误会是来额钱的 铁骨真正宋三川当场变脸 瞧不起谁呢 梁友安赶紧道歉 宋三川顺着台阶往下走 梁友安以为他还是学生 但他说自己上班了 我不用做格子 宋三川为了完成妈妈的梦想 放弃喜欢的网球 苦练羽毛球 但妈妈突然在一场比赛上不告而别 18分成了他过不去的心结 还被对爸拿来恶意打压 易速其余和对爸签约合作 梁友安发现宋三川天赋异禀 试图鼓励他 宋三川却说自己就是个垃圾 这是命中注定 梁友安被对爸耍流氓 他一击爆头 被迫接受冰桶挑战 今天谢谢你啊 就嘴上说说 合作员你吃小馄饨 结果馄饨还没吃上 宋三川偷偷给肿瘤病人发白衣补贴被发泄 梁友安送上专属昵称 散财童子 散财就算了 你叫我童子什么意思 宋三川超生气的 我把馄饨不给你啊 贴骨真真宋三川 是那么豪哄的人吗 谁去谁是狗 梁友安提解 查出了巧克力囊肿 一生见一生的孩子 刚巧他有好感的同事 顾剑铺杏般给他表白了 但他 你可以来新加坡 我现在在新加坡 是销售总监级别的 好你现在在深圳指示 紧门住这部第一个 韩密接口 我们不想做一个 解他吗 但我那个是 新加坡能力 王宅北较令 还有最后的 解他 解他 嗯 不请我进去坐坐 酒喝多了 想喝杯水 你先坐 我去帮你弄一杯水 他还在公司造谣 把梁友安当自己的所有物 梁友安忍无可忍 我很不喜欢这种被标记的感觉 我今年三十二岁 生活上独立自主 工作上独当一面 我对我自己有非常清晰的认知 所以对于我不喜欢的人喜欢我 对我来说是一种负担和麻烦 他还想继续念咒 搞CPU 被宋三川打断施法 姐姐可以请杯咖啡吗 行 关宝 梁友安 感谢他替自己解围 送了他新球拍 宋三川对新拍子不屑 不 先不说这拍子行不行啊 人肯定行 你少跟我猜身一语双关 我说这拍子呢 没说人 我说的是你行啊 你想的是谁啊 赛场上 梁友安替他挡住了计分牌 他终于跨过了18分的坎 对吧输了比赛 反手甩锅给异速提供的装备 梁友安把责任揽到自己头上 因就辞职 临走还被糟心老板当众挤兑 他还气到走出去 我会跟在你身后 宋三川被对吧投诉退队后 整天捧着手机 琢磨着给梁友安发消息 第一时间看梁友安的朋友圈 他写微镜式租像素扫描 找到了重点 你怎么了 生病了吗 明天要做个小手术 没大事 你在哪家医院啊 我住你家对面 不是 肿瘤医院啊 你还说你没多大事 肿瘤医院了你还没事 宋三川把自己战成忘七十 关心则乱脑子下戏 全马可能会伤脑子吧 就失忆之类的 真的假的 尤其是那种近期记忆 很有可能都记不清你是谁了 后把姐他未表沉溺 站满二十四小时最好再拜拜 笑话 宋三川怎么可能 虽然担心 但还是等手术后 得到梁友安的同意 宋三川才去医院探望 带了万能零药 还有一句不甘心 两人向两条线短暂的相交后 开启各自的新生活 宋三川成了儿童体能训练师 天天带娃 梁友安则立志成为狗界海后 虽然我不能拥有一只 但我可以拥有整片狗吃 报告这边发现新品种 有十条 小疯狗 梁友安应聘当遛狗师 但做格子的小生板 只能被狗遛 宋三川立刻驶出 满山追狗北的家帮他 上班要迟到了还惦记着问 你明天还是这个时候吗 明天见啊 他带梁友安跑步 给他手表监测心率 怎么还没有跑心率就高了 本来认认真真正的在教孩子 一看见梁友安在看 没等宋三川找到更多机会开屏 梁友安接受了一个年年亏损的 网球俱乐部 一到俱乐部就给闺蜜报告 重大发泄 你能想象一下 我现在面前 有大概七八个大汗淋漓的 年轻小虎 就在你面前 跑来奔去的 展示了自己的鸡肉香吗 但这些个小伙子全在养老 梁友安想激发起他们的胜负欲 想起宋三川最开始是打网球的 他说服宋三川 挑战渔转网 宋三川一边说着 姐姐的心理可真多算钱 一边藏着自己的小心思 就是渔转网成功留在队里 咱俩约会 约会 约会 好 我答应 宋三川在俱乐部 从打罩开始做起 梁友安 想起业界大牛 来俱乐部当教练 但集团不给钱 他打算到一年一度 卖餐大会上努力要饭 没人愿意陪他去丢礼 除了宋三川 你有什么才艺啊 要是打起来的话 有我在 你吃不了亏 除了这个 他还会吹气球 宋三川积极表现 给梁友安争取到了发言机会 董事长从年轻人身上 看见希望 答应披钱 但财务大姐非要按流程 拖到下个月 姐 姐 姐姐 不是这梁友安 我烦你 下不为例 人哪 梁友安喝多了 差点把金江市再逃男主 拖去还逃 爱不拖了 拖了 拖拖拖 三男德班班长 传言词拒绝 但姐姐直接上手扒拉 还好还好 他只是看见了西装调牌 知道宋三川是借了衣服成炒面 直接转钱送给他 梁友安追着手抖开不了家门 宋三川问他密码 想帮他开 没想到他做梦机语 糟糕 被姐姐嫌机了 宋三川更想早点鱼转往成功了 一边卖苦力 一边吃百家饭偷师学艺 我教你 不收费 为什么 我也啊 那在这个球场上 你不就是最菜的了吗 你最菜的教我 那我教你也是绰绰有余 学不学 学 话是这么说 但他还是跟着菜哥好好在学 宋三川接二连三 把俱乐部的人变成了后宫 主要就是靠 用真心换真心 俱乐部的新教练 平等地虐了每一个人 成了全员攻击 而宋三川偷偷练习 成了唯一一个 破了教练发球局的人 这个松散的俱乐部因为他的到来 在不知不觉间有了团魂 他也成功余转往 一下班就赶紧找梁友安兑现承诺 我想当你那紧急联系人 小屁孩儿 聊谁呢 约会啊 今天早上九点我来接你啊 说好的九点 你小子七点就起了 精心打扮了一番 甚至练了一把 嗯 胸还在 而且吃个临时的机会 他都不放过 15点 愉快的一天圆满结束了 宋三川终于知秋告白了 我喜欢你 特别认真喜欢你 我负担不起另一个人的人生 宋三川表白悲剧 失魂落魄地回到家 后爸给他分析 成年人的喜欢 是互相试探的排桌游戏 他竟然上来亮底牌的肯定会输 可宋三川不怕 我是喜欢的 这事藏不住 我也不想藏 被拒绝了 我就再试试见 好的 以上就是爱情 而以前16集的大致剧情 总的来说 这是一部和我预期不太一样的剧 本来我以为是那种 一上来就会让人磕的小甜剧 没想到是部都市职场爱情剧 走现实流那种 虽然职场部分不是特别优秀 但是又比大多数国产剧好 至少周宇彤饰演的射出很贴地气 没有通过走路带风 哒哒哒哒响的高跟鞋 来凸显他的工作能力强 整体的穿搭好看又符合打工人 在周宇彤的演绎下 让我们感受到了梁友安的独立清醒 情绪不能解决问题 只会制造问题 您放心 这个道理我非常明白 屋里饰演的运动员 也很符合人设 能感受到他为了这个角色 又认真的在塑形 急于竟然让宋三川 自带热血和少年感 自小残暴的训练 又让他比同一人更成熟稳重 在待人接物时很有分寸感 他会有暗绰绰的小心思 也会清楚只有靠实力才能站住脚 说了要成为你的底气的 总不能自己先露气了吧 这个剧开场有点劝退 跌走有点缓 对吧也坏得有点工具人 但是整体还是不错的 是一部越往后看越能get到的剧 没有工业堂金 人与人的相处也非常的自然真实 尤其是闺蜜情 两个人互相吐槽生活里的不顺遂 又在遇到事的时候暗话不说 成为彼此的支柱 让人感觉到温暖又真实 真实到广告植入都觉得非常的自然 有些感情线的细节也做得不错 宋三川的后爸 一直喜欢他妈妈同路 然后自己开的假发店的牌子 就是TL 梁友安把两人的合照 递给宋三川 宋三川顺手就自己偷偷留下了 我个人是能get到他俩的CP感的 但是不太能get到他们的姐弟感 其实把年龄差距缩短在五岁一定会更好 这样代入感会更强 梁友安和宋三川的相遇是一次次巧合的推动 也是彼此契合的吸引 小狗的喜欢是热烈而直白 撞了南墙就再撞一次 而姐姐的喜欢却是表面强壮镇定 却在约会时偷偷换上平时不会穿的裙子 相比于年龄的差距 他们身上更多的是相似 他们都陷在相似的困局里 一个想要放弃与毛球退役 一个想要离职 找寻自己的个人价值 所以一句 打动了两个人 他们的童年都并不完美幸福 却因为彼此的出现成为幼稚的小孩子 看他们恋爱 小心翼翼地靠近 控制不住的心动 倒步入婚姻 才发现原来姐弟连相差的年龄 可以不是拉开的距离 而是为了相遇的时候 能朝彼此走近 我是楼君 喜欢我你就转发我 有话说你就评论我 都不干你就点个赞 发发了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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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发了美光